阿尔巴尼亚共产时期的殉道者教导我们 教会的力量在于基督的爱 而非他的组织能力 这是教宗方济各9月24日 主持公开基建活动时 向在场大约3万人强调的思想 他说 今天同过去一样 教会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组织能力或结构 虽然他们是必要的 教会不是从他们那里获得力量 我们的力量是基督的爱 这力量在坚困时刻支持我们 激发今日的使徒行动 为众人提供善行和宽恕 从而见证天主的人赐 谈到宗教和谐 教宗说 人与人 即不同宗教团体的和睦共处 即卓有成效的共存 不但合乎愿望 以实际可行 他们将他实践出来 这是一种 其实有效的对话 他远离相对主义 并顾及每个人的身份认同 %%&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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